各位親愛的朋友們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現在繼續來參觀中華民國史記館 這個史記館是真的 是我所經歷的很多事件 我們待會兒一一的參觀 待會兒我們還有一個跟我們這個 全國共和國建交的接牌式 待會兒也會同步進行 我們現在就進來這間 稱為中正堂的這個 一個大的演奏廳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很像是像北韓的感覺 其實呢 這個早期在戒嚴時期 台灣的確是一個威權統治的年代 所以我們在那個年代 有很多的這種圖騰啊 象徵啊 銅像啊 還有logo啊什麼的 那我現在就為各位來一一解說 那這個呢 就還給 謝謝 那我們就進來這間 可以看到有一個很巨大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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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中正堂 就是以前 給阿兵哥 單獎啊 長官訓話 或者說是這個 做幾公日宣傳 宣導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很多文件 這都是我在 九四年當兵時候 九六年當兵時候 所收集到的文件 這個是我的簽單 這是 空軍籤 這是 陸軍籤 我高中的時候抽到空軍籤 大學的時候抽到陸軍籤 所以後來我就休息去當空軍 那這是在當兵前登的一個廣告 就是說我要去進行 反攻大陸行動的一個宣言 那我就在部隊裡面 開始收集大量的各種的資訊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最左邊 這張倒數第二個 這個就是我以前是 空軍飛虎六兩腰梯的新兵 其實跟現在也差不多啦 就是 頭型差不多 現在頭是 跟你基本上差不多不一樣 現在比較 有點肥一點 那我再繼續看 這個都是當時我們那個 政政室的一些 這個公文 那都是原版 那我的工作就是政二跟政五 就是要 要做舉光日啊 還要就是要 給阿丁哥一些休閒活動 那 這個呢 可以看到 其實我是 我是優良士官退伍 你們看一下這張 這不是唬爛的 這是真的 再看這張 你看我跟李登輝 接見 李登輝總總接見 剛剛左上角倒數第二個就是我 這不是合成的 是真的 因為那時候呢 我 一不小心就入圍了 那個金馬獎的 這家美術指導 所以呢 我就跟蔡明亮 一起去了 中東府那邊 接受了這個 接見 這邊是蔡明亮 這邊 後來呢 好不容易當我兩年兵 不好意思 那這個 退伍力就領到了 所以我就退伍了 太高興了 退伍 那退伍當中 我們都要備這些 你看喔 以前有國統綱領 那這是我們阿兵哥薪水袋 還有各種互助組啊 還有這個什麼保險啊 還有一本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字很奇怪 所以就把它給倒過來寫 就是 以前說只有中國問題 沒有台灣問題 那我覺得 中國只有問題嘛 台灣沒什麼問題啊 那 那我接受完了正式的這個軍事訓練之後呢 我就去反攻大陸囉 是真的喔 這是我96年10月啊 去中國一個月 進行的反攻大陸 可以看到 這是人民英雄今天北 我在那邊跳起來 阿兵哥立正跳起來的姿勢 拍完這樣我就跑了 因為旁邊很多公安 跑來追我 那這是 這是那個96年的那個天安門廣場啊 那我也是跳起來 就跑了 那這是 以前的香港啊 跟現在不太一樣啊 那你看這張特別的反諷 因為這是 中國政府對香港進行行使主權 倒數計時 距離1997年7月1號 還有260幾天啊 所以那時候 我去那邊現場就是跳 跳了之後呢 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 那個天安門不滿了公安嘛 所以 我跳了幾張就快跑 那這是我姊姊幫我壓了快門 這是在故宮 因為以前呢 我是籃球校隊 可以跳很高 現在呢 就是跳不高的阿伯 因為現在體重比較重 以前只有58 現在85 我們再往這邊看 這個是在天潭 還有這裡是天潭 那裡 長城 跟上海灘 所以我在那一個月當中 就是跑遍了整個 祕密的進行所謂的反攻大陸 它有點阿Q啦 阿Q式的勝利 所以你看這個 我去反攻大陸的時候呢 是真的有當過兵 然後呢 還有就是 那個我們的阿扁總統呢 也有寄信來駐個 反攻大陸成功 所以這是真實文件啊 那這是當時在 移通公園96年展出的這個樣子 一個現場側拍 那這個是設計稿 這是我在正戰市上班的時候呢 有時候鐵道比較閒暇的時候會晃 那我可以看到這個 最後面這個呢 就是 一個聚場式的空間阿 這就是在談這個 冷戰時期的前線金門 作為這個 呃 低島鏈的最前線的這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影片阿 我們再往這邊看 你們看到 這邊有金國先生遺訓 還有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所以這邊就充滿了做 所謂的plaganda 就是所謂的政治標語 那我們再往上面找 這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座革命軍阿 是當年全台灣發行量最大的雜誌 有四十萬份 每個革命歌都必須要有一份 研讀完之後呢 才能放假出營阿 看這座革命軍的背面 是軍中情人票選活動 你看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那個大叔 大叔才喜歡的那個 玉女平行 現在都 我們都不知道了 好那我們再往這邊看 那這個場地呢 就非常的適合這件作品 我們等下到樓上去看 會覺得會更 更搭配 這邊有一件是 在那個年代我們只有國家 沒有個人 那這是我們軍籍編號 那因為我是 四東奧連隊五大隊當兵的 所以 那就是穿這樣的一個軍裝 我們再往這邊 那往二樓走的 他不太開放 這是有開放 你可以看到這件有一個叫玉山漂浮的 可以看到有一個 中共的領導人 很想來台灣 可是一直都登陸不了 這個是兩 2019年做的玉山漂浮 當時是江澤民 所以有點影射他 再往這邊走 那這後面也是新開放的一個區域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進去看 這本來是波音是不是不開放的 都是革命軍 我們那時候是 起碼那24本換一張推武令 那這是另外一支比較萬萬歲 他是講白色恐怖時期的那個政治監獄 有那個綠島的 玉州山莊 還有這個 新生訓導處 然後連到這邊是軍法處 就景美的人群園區 現在都改了人群園區 那就是有一個 很奇怪的一支 萬歲 萬歲 那這頂帽子呢 就是這頂帽子 同一頂帽子 只是我把他貼膠帶了 所以是改了 這是真的帽子 這是我岳父啊 他在土城看守所當 司法警察的這個帽子 好 我們再往這邊看 這是放陰間啦 一般不開放的 這個他一把身後一定是這個 你看啊 這個帽子講到很像就是這點 不當然就是同一頂 就會一直不斷在閱兵 就一直不斷在閱兵 就是像以前的這個 我們的最高領導者 整個 整個 在閱兵 那最近最小時候拍的 所以其實是真實場景 那你看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場景 看到 這個標語呢 是以前 你看 以國家性化為己任 自個人死生於度外 是當年呢 每個人都必須要背的 是講空這個 親手寫的 他就是在一個廢棄的影區 在陽明山中山龍旁邊 那時候也是戴這頂帽子去拍的 所以非常搭這個整個的這個場景 好 我們再往這邊看 看 實在是太熱了 不怕脫掉了 這件事歷史有本事 你看看 我啊 在十萬年前去正部 就是要去正部 他現在是要的 需要 他在蔣公平去正部 因為 蔣介石 先總統過世之後呢 前台灣做了很多的他的雕像 五萬多尊 所以呢 後來因為解緣之後呢 很多人就把他扔掉了 所以他們集中在這邊套館 作為一個經驗 那一直我就 我就變成了 講空的分身 在這個不化原啊 的提政部 有點這個 跟他 對話 其實這個有點靈異故事啊 這個要講好 就是因為我們剪片 當時都剪不出來 後來我就 後來我們就跑去了 新竹的蔣公廟拜拜 就跟蔣公說 蔣公、蔣公 當代藝術有很多 是用毛澤東做作品的 讓毛澤東好像有更 更正面的評價 那是不是我沒用你 不會真的你同意做個作品 讓你可以跟他PK一下 後來這件作品就剪出來了 那剪出來的時間呢 很奇怪了 剛好剪到2分28秒 因為不是我剪的 是那個剪接事件 那他也很剝賽 所以很奇怪 反正那個冥冥之中 都有一種奇怪的力量 業力在引導多汗門 好 那就是這一間 最後的樣子就是這個 這是我一個人去金門的金沙戲院拍的 後來就是 門就自己關了 也不知道是誰推的 我覺得很奇怪 總而言之 這個展我們再往下走 還有最後一個人 我以前在補修大的 那個聖誕市 晚上是KTV的那個 那個 的老闆嘛 所以我都會在這邊賣 泡麵啊 然後滷雞翅啊 剉冰啊 所以後來我退伍之後呢 就養了一隻媽 叫摩卡 摩卡就是這隻貓 但是這隻貓呢 他去年過世了 因為他 因為他認識我所有女朋友 所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徹長要放這隻貓出來啊 但是因為摩卡 都是陪著我一個人 在工作室工作 然後加上這邊有一個 我們看一個獸字 所以我們是用萬獸如江 這個來感恩摩卡 23年的陪伴 希望他離苦得樂 不要再墮路促生到了 感恩各位 立刻轉換 時間到了嗎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那個 大使館掛牌 對我們要去看掛牌 對對對好 我們先去看掛牌 因為我們那個國家的外交處境非常艱難 現在好像只剩下十幾個國家 而且都是很奇怪的 不是很奇怪就是比較小的國家 沒有奇怪啦 人家不奇怪 他們都很正常 我們比較奇怪 民事比較難念 大家都很和善 我們比較奇怪 我們這個 可是你知道全世界有 跟我們同名的 縮寫的國家有三個耶 ROC有三個喔 一個是 鋼國民主 民主鋼國共和國 叫ROC 另外一個叫做賽浦勒斯共和國 也叫ROC 然後 當然我們也叫ROC啦 對不對 所以呢 千萬不要誤會我在說 我們是哪一國喔 有很多國喔 那重點是我們全國共和國呢 希望大家打開對國家的想像 因為呢 國家 是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次疫情呢 台灣 這個很好 它比很多次國家都做得非常好 可是呢 全世界沒有幾個 百分之九十人都認同我們 不是國家 對不對 他們都以為我們是 一個島 但是 沒有關係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反而有很多的機會去開始 好 什麼是未來的國家的想像太 這是一個歷史的機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用忘記 可以不要 好 那 我剛有提過嘛 人家說 人家把我們當作不是人嘛 對吧 但是我們 一直以為我們是鬼島 可是實際上我們是 我們已經成為仙島了 為什麼 因為 看我們台灣公營主食 然後人民 有自由創作 有自由言論 有各種的這個人權都有 所以我覺得 在整個的台灣世界裡面 它最有活力 最有創造性 它也許可以在未來的 五十年一百年 發展出一種新的國家型態 也不一定喔 所以我們要打開我們的心去 去思考 這也是個歷史的一個難題啦 好 我們現在就來接牌了 好 那我們 很高興我們有新的 邦交國就是九國共和國 雖然說他們有點 比較 奇怪 但是我們要正 鄉重的 跟大家接牌 好 我們現在就來接牌了 好 那歡迎各位呢 來全國共和國入境 因為現在就出不了國嘛 來拿種護照 那登記聲因為快發完了 所以各位可以去拿海報 然後蓋章 那就謝謝各位來這邊 也歡迎各位 思考一下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自由跟創造力 謝謝各位 我們的展期是什麼時候 展期即刻到7月5號 7月5號會截止 那我不一定會在現場 都會有美麗的工作人員在這邊 他們會帶入境戳 有問題你們可以問他們 那因為我偶爾會來 所以也一起會晃到我 記得跟我打招呼 我不會戴這種口罩 這是現場版的 就一個 謝謝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謝謝